星期一晚 interview 特朗普 就是前晚 我已經全都調亂了 我現在在美國西岸 我開頭我想說兩句 這兩個人可以說 我們香港人用俗語就說有錢老 伊朗馬斯和特朗普 超級有錢 特朗普都算是中級有錢 但是這些人 十代都花不完的 但是為什麼要出來這麼做呢 你看特朗普差點一條命都沒有了 伊朗馬斯 只買Twitter都花了440億美元 接著現在又說捐錢又出力 又說要組織人幫特朗普去拉票 這些人到底他為了什麼 我們想說 看清楚為了什麼 我們全世界很多有錢人 我見過什麼有錢人都見過 但是沒見過那些這樣的樣子 這樣來貢獻 他為了什麼呢 我都想了兩天 所以我要做這個標題 他實際上就是為了跟美國人爭取自由 這個自由這個時候當然很廣泛 有言論自由 有政治什麼很多自由 他現在都發現他對付那個敵人 那些所謂的對手 實際上就是在剝奪人類的自由 美國人的自由 他們就要站出來 就是拿事業又放下 家裡的什麼什麼都放下 你說特朗普只是打高爾夫也有時間打 十幾個高爾夫 他就是為了什麼呢 他就是犧牲了自己的那些個人的東西 來幫美國人爭取自由 這個當然我們實際上 我們做一點點為香港 都是 但是方向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得 想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看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這個就很難得 尤其是 我們香港有很多有錢人 中國有很多有錢人 有多少人出來 連夠膽都不夠膽講的 不要講出錢了 中國人有很多有錢人 整個街上都是 這個問題就是不敢 這些是缺乏理想 所以說到最後 人家真的要分等級的 這些就是等級來的 人家真是 這兩個人絕對是鬥事 為自由的戰士 而且是 我那個人 你們同不同意什麼 這些人叫上等人 真的是上等人 我就想開頭講到這件事情 他們那個訪問的細節 小夏就最清楚了 小夏就寫了文章 小夏 你講講吧 麻煩你 講晚黑 應該先講前面的 Elon Musk和特朗普這個interview 講了一段時間 在Twitter的粉絲群裡 Elon Musk有1億9400多萬粉絲 特朗普現在有8900萬 他採訪之後就加了幾十萬 8900萬粉絲 兩個人加起來 就算有重合 都肯定超過兩億粉絲 超過兩億的粉絲 他一個採訪就很重要 現在這個採訪 目前來說的情況 就是超過了10億的impression 那些不是看的數字來的 是大家瞄一眼看過 知道了 但是這個都是知名度來的 你知道 那看的人呢 當場看 我上去的時候 百多萬人看 那之後看呢 一共應該有幾千萬的 就是那些人聽了或者部分聽了 兩個多小時的對話 那這兩個多小時的對話呢 是很自由式的 聊天 就是大家聊天 就是我們這樣聊天 沒有限制 沒有說哪些東西不能說 哪些東西不能說 就是兩邊呈現得很真實的人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特朗普就自己對著 看著那個手機在那裡聊 那個手機下面就可能怕沒有電 電了一塊電池 那個電池 那個電池是一邊 它是磁性可以充電 所以是大陸出的 是啊 現在全部都是大陸出的 沒有不是大陸出的 沒有辦法 電池沒有辦法 我知道 它這些就不用截線的 就是用磁力的 是啊 是啊 所以它後面 你看不看到 後面有個這樣的東西呢 是啊 我知道 是啊 所以就是說它整個 中間就大家有什麼 談什麼 怎麼可以 那聽起來兩個人呢 有些很多東西的意見不一樣的 嗯 正常 是啊 マスク原來是左派 和你的過程有點像你 不是 他講了很多 是的 我們很多都是 他也是民主黨的 以前也是民主派的 是啊 我們的意思就是 我和他一樣 我們的場合沒有變的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的 民主派是主張民主的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我實際上 民主黨變成共產黨 我沒有辦法變成共和黨 是不是呢 現在這個真的是 我先講這兩個採訪 我說為什麼民主黨變成共產黨 真是共產黨 這個很恐怖 大家知道我有些信譽在這裡 我從來不是胡亂說 胡亂說 胡亂說 我絕對同意 那些我很謹慎的做一些事情 就是作為媒體人 但是我現在看民主黨 就是各種共產黨的跡象 我今天就會 我今天會用一篇在閱讀裡 我盡量 因為今天很忙 今晚還有和南央有一個節目 但是我有一篇文章 我看到我真的很有啟發性 我今晚就會在閱讀裡 跟大家推出 就說女性 那些女性 為什麼民主黨這些左翼運動 整個女性很不幸福 不幸福的女性 反而變成民主黨的基礎 為什麼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我說回那天 那天出來 interview 訪問 那個interview 那天出來那個對話 應該是對話 也不算是interview 對話 兩個人互相有說 因為interview 有得你問 你應該發表意見 他發表意見是對話 那那個對話 開始的時候 我立即跟著八點鐘上去 上不了 大量人在說上不了 上不了 就是我看到一些 有干擾 有干擾 那麽斯克後來就發了 他受到大量的互聯網干擾 他說他當天早上 才拿八百萬人測試過 沒事 那天就這樣一下子 就不上去了 我上了去 我上了很多次 就是上不了去了 那麼他就發過推話 我被人攻擊 被人攻擊 他說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deny service 那種就是 大量的那種死帳號攻擊 攻擊完之後 他就 他處理到八點四十分才上去 八點四十分才上去 大家可以正常上去 那麼很多人已經是 沒有辦法沒有上去 但是還有一百幾萬人 當時我去到一百六十幾萬 然後我上去到一百六十幾萬 後來有多少人上去 我沒有看 後來最後看到 特朗普的數字 就是當晚看完是兩千七百萬 麥克斯的數字 我忘記了看 它兩邊都有大家都在播 所以我忘記了看 它的數字是多少 但是整整起來也有幾千萬人 後來它的錄音聽到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 閒閒地說要整個億 是十億的 但是小楊 你剛才開始講的十億 你說是一個印象 可能也算是Visit 不是 印象是這樣的 它這樣計算的 比如我 我每天看我的 Twitter 你走過 一邊掃過去 那都是印象 但是 你如果是Visit 的話 你點擊進去 是另一個數字 所以點擊的數字 下面有顯示 印象的數字 沒有顯示 因為你不知道 那些人掃過去 我很多人掃過去 那天就開始 Musk跟他談 一問就先問他 暗殺那邊的事情 Trump 原來說 他不再說了暗殺的事情 那天他也重新說了一下 你人被人打了槍 怎麼也有些心理 什麼的 說左派的死 這樣的法推 說Trump is not right 說他什麼 其實不是 他很大感情地說了 Musk 他就很好奇 一直問 然後他們就談政策了 他說他因為支持 相信神 有沒有說這個 有說到 他說我原來就相信 原來就相信上帝 現在我更加虔誠了 就說到他更加虔誠 所以就 這個看得出來的 人呢 原來他是花花公子 紐約的那班都是不信 教堂可能去一下家裡 洗禮 但不是真的信上帝那些 現在呢 我覺得他到那年來 真的是真信 到現在 所以如果沒有那種信仰的支持 他堅持不了今天 因為堅持下去 你說何必 被人撐點命都送了 他們就談了 很多這些政策 特朗普已經在那裡發表過了 所以 他這次用了一種對話的形式 跟美國人 將自己的政策 真的兩個多小時 你看著他 他又發展上來 他又不用看什麼 他熟到什麼感 對他所有國家應該怎樣去 應該怎樣走 走什麼方向 所以那天呢 很多人 我知道 你兩個人 就這樣聊天 你是不是都可以 撿到一些 你這個有什麼 有疾了那裡 那些 永於有的 我們這樣聊天 是不是 那些不是問題 但是左翼呢 就全部 我看到 整篇 就是那些 第一個 political 一個 great disaster 就說這個是大災難 災難就是馬斯克上不了 那四十分鐘而已 他們那邊死的嘲笑 他們害怕 他們害怕 恐懼 他們不害怕 你覺得他們不害怕 他們不害怕 現在整個媒體 現在美國的主流媒體 美國百分之九十的媒體 就完全可以等同於中國的中宣部 大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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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大外宣 不是大外宣 大外宣還好很多的 大外宣經常說 現在是中宣部 大外宣 你是支持那些人 說了什麼 很多 你那裡 現在 中宣部是什麼 中宣部就是統一口徑 有發言的基本上的talking point 他指揮的 中宣部就是指揮的 中宣部指揮統一口徑 現在左營媒體基本上是統一口徑的 就是第一個 有什麼理由 你到競選的時候 競選的時候 大家都看著政策 不說這次競選 就是左營媒體 通通不說政策 在那裡說什麼 賀錦麗 是歡樂的運動 怎樣歡樂 怎樣歡樂 我猜過你 國家這麼危機 你還有這麼多歡樂 但這個是他把歡樂 帶回美國 就是那些笑聲 他叫做歡樂 他被寵就輕 不是被寵就輕 如果被寵就輕都沒有事 這個是騙人 這簡直是鳴騙 你如果被寵就輕 比如你說什麼叫被寵就輕 他可以說 我邊境這麼大災難 非法移民局 我們那個地方 在加州邊的地方 我們堵住了多少人 那些是被寵就輕 那些是這樣 現在直接騙人 他還說他是要 對他是邊境來的總檢察長 他會對邊境採取什麼 這幾年 他說他不是邊境沙王 全部都是騙人 名額 說謊 說謊 而且全部媒體一起和他名額 很恐怖 好像說稅收 Trump 幾個禮拜以前說 no tax on tip 就是小費不收稅 那些小費是我給你個人 給的那種 你真是 整了幾千個IIS的人 專門去追小費 國稅局的人 那個標 是共和黨全部不批 一個人50對50 他一個人簽下了那個tie break 就是等整個標通過 整了幾千人去追稅 追小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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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度 就不說特朗普的政策 這麼明顯 這樣騙人 很恐怖 到了什麼地步 這個是華盛頓郵報 大媒體 西媒體我不說 那些字媒體更加不說 昨天在白宮 華盛頓郵報在白宮的記者 直接問白宮發言人 那個黑女童 就說什麼呢 就說 Elon Musk 跟特朗普這樣 就是說 他們放出假信息 假消息 你們白宮 要在中間扮演什麼角色 去押著他 喂 所以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去了哪裡 華盛頓郵報 不是小報 問這些 要求了控制言論 是啊 直接 媒體 我一輩子都沒見過 你永遠對美國媒體 不管它左右 媒體永遠要求更多言論自由 這個才是媒體的 媒體的基本生計 你沒有言論自由 你就沒有媒體 現在媒體這麼嚴重 就是左大媒體的主流媒體 死定了 要言論控制 而且 歐洲就玩完了 歐盟那個 就是負責那個 Internet 那個人 在之前 就寫了一封信 給Elon Musk 就說 你要控制 特朗普 你要控制你說什麼 特朗普言論現在有什麼 有害信息 我們在歐盟 就要採取作用 採取要騰動 就是說整個歐盟市場 封推特 喂 喂 不是 Elon Musk 用粗口罵他 那個 Elon Musk 用粗口罵他 他不是罵他 放了一張照片 放了一張粗口 在那裡 真是 你想一下 這個是言論自由開始的 英國 法國 法國整場革命 這些 所有德國整個納粹出來 後來德國立法 全部 你想一下 這些國家 歐盟國家 全球圍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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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實說 比普京不知多少 我這麼說 普京因為戰爭 有什麼記者講話 第一個人是記者 還有記者 因為講話 發表反戰 那些言論 抓了440人 英國現在抓了3千多人了 這次示威那裡抓了3千多人 是的 最重的 判了20個月 還要認罪才判20個月 不認罪要判多一倍 這樣也有 所以你剛才 我們剛才還沒上來之前 你說過有些道理 現在是他們戰場風 他們在媒體一直 現在民眾怎麼說呢 但是整個民調轉過來 佔了上風 喂 卡馬拉·Harris 以前你記不記得 幾個月前 大家就說 左營媒體說 拜登做的最聰明的事情 就是選了卡馬拉·Harris 做他的副總統 所以沒有人敢把它弄下來 因為沒有人敢被Harris 做總統 現在整個變成這樣 人人 他們那些媒體明知 而且他們現在25天 做了候選人 一個媒體採訪都不肯接受 即是 《時代雜誌》 今次畫得很漂亮 即是畫了那張掃描式的相 畫得很漂亮 年輕人都20歲 放在封面上 封面故事人物 他要採訪 不肯 不採訪 就不肯坐下 沒有任何一次坐下採訪 這樣明框握全國人民 很恐怖 真是很恐怖 你猜後面是誰在指揮的 很麻煩 還要問 這個人真是猜 真是猜 不是整隊 這是共產黨 整隊 這些是六十年代以來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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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多事情 我都說 你看看那些人支持什麼 你就不要支持什麼 那些人去蘇聯 捧蘇聯整個政策 熱愛熱能 那些人教出來 去捧毛澤東 好像現在這個 何錦麗的副總統候選人 當時說 看到毛的將不知多高興 就是這種人 他們心理上 他們完全 這幫不是民主黨 這幫是共產黨 共產黨最懂得這樣做 我現在對著各種事情 都是當初共產黨做過 從中宣部的做法 壓制言論自由 甚至動辱 這個是疫情以來 他們獲得了很多權力 疫情 大家要記住 這個疫情是中國來的疫情 誰配合誰我們再想 但是疫情來了 民主黨最開心 民主黨的州長立即就封城 封城 封都不肯開 而且有一條 大家都知道 疫情小孩子不死 得了就得了 那麼多一場 沒有事 不停地關上學校 有得關上這麼長 不停地關上 關上這麼多年紀的學校 學生被損害成這樣 就是共產黨的漁民 政策 他需要一代 真是被漁龍 你想想 做共產黨最壞 他們現在是 做共產黨最壞的時候 走 你毛澤東的時候 為什麼關上學校呢 為什麼不讓我們這代人受教育呢 他就是要一群愚民 所以他們現在民主黨 不惜把學校教育全部打到壞了 他們沒有意見的 完全是對他們好事來的 大家這個可能 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你說他原來好地地 一個學校 為什麼要把學校搞成這樣呢 為什麼他作為國家 因為國家他寧願把自己後一代 變成一幫蠢才 變成一幫這樣的人呢 他有目的的 這是共產黨的目的來的